美学写实主义是美国诗人兼评论家伊莱·西格尔·伊莱·西格尔 1902到1978于1941年创立的一种哲学 他把它定义为三部分的研究 他说这三部分可以解释如下 一是对世界的喜欢 二是对立的 三是蔑视的意义 审美现实主义与其他艺术不同 接近心灵